肝脏是人体的排毒器官 肝脏功能受损会导致身体出现异常 养肝是非常重要的 肝脏的健康与否决定住人的寿命长短 许多人因为疏忽对肝脏的保护 大量饮酒导致肝硬化 甚至患上肝癌 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肝功能不好有什么症状 可以通过什么食物改善肝功能 一、肝功能不好的人 身体脂肪的代谢会出现异常 导致血浆中脂肪酸浓度下降 缺乏不饱和脂肪酸 还可能出现肝油三尺增高 大量的肝油三尺在人体中 以脂肪小低形式存在 容易患上脂肪肝 二、肝功能异常导致维生素代谢紊乱 缺乏维生素会引发脸部粗糙 腹肿、脸不出血、骨质疏松、夜盲症、唇舌炎症等症状 三、肝功能不好的人 消化功能也比常人差容易出现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食后腹胀、恶心、呕吐、腹泻、腹痛、便秘、厌油腻等症状 五、肝功能不好的人因为肝细胞受损 导致血清转胺酶增高 主要表现为全身乏力、嗜睡、容易疲倦 六、肝功能不好的人 下消化到容易出现炎症尿色 呈现茶水色 大便稀少 一、草莓具有养肝、却肝火的功效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草莓具有养肝护肝的功效 味道酸甜 可以增加食欲 红色入腥 可以去除腥火 有效改善肝火旺盛 草莓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能够促进人体吸收铁质 使身体细胞得到滋养 使脑细胞保持活跃状态 二、柑橘富含维生素C 不但可以帮助肝脏解毒 能补充大量营养物质 可适当食用以改善肝功能下降的症状 三、雪莓有保护肝脏的功效 还能促进消化 通常可以使用雪莓来辅助治疗肝炎 以及肝硬化 另外 雪莓具有润肺降噪、生精解渴、利尿清热等功效 经常使用可以去除肝火旺盛 起到降火的作用